又是一份提前续约的超级顶星,又是一位超级巨星的诞生,也可能又是中锋崛起的时代。 大帝恩彼得和《非诚七六人》签下一份围棋四年价值1.96亿美元全额保障的提前续约合同,再次明确了管理层,以恩彼得为舰队核心的想法和理念。 在西蒙斯已经和球队公开撕破脸的背景下,这份合同的敲定,算是给球迷吃了一颗定心满。 上赛季恩彼得打出了生涯至今最强势的表现,多项进阶数据均创生涯新高,场均入战28.5分,10.6篮板,2.8助攻,1.4盖帽,关键三项命中率分别为51.3%,37.7%,85.9%,真实投篮命中率更是高达63.6%, 《非诚七六人》也在大帝瑜伽亲征的带领下,取得了东部第一的傲人战绩。 在联盟常规赛MAP榜单中,恩彼得的名字也告去第二位,最终遗憾止步冬绝门外的七六人, 又一次鲨鱼而归,但恩彼得绝对可以昂着头离开球场,11场季后赛场均砍下28.1分,10.5篮板, 3.4助攻,1.5盖帽,真实命中率63.1%,当他在球场时,球队每百回合竞胜对手16.6分, 当他不在场时,每百回合竞赴对手5.1分,攻防两端无可匹敌的统治力让他无愧于大地的称号, 脚步丝滑,无论是面框还是背框技术都可圈可点, 还有一手柔和的可拉到三分线外的投篮手感, 横移速度和协方意识同样属于联盟顶级,单兵防守能力也不甘下风, 恩彼得几乎凭借一己之力,让人们看到了中锋复兴的希望, 联盟中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能力能脉的大个子了, 多年前的费城化世人鸡心,力排众议百烂, 至于被球迷讥讽讽了毫无下限的输球, 确实从观赛体验上谈大打折扣, 但着远于未来的心机,凭借着各路质疑漫天扑来的纷支踏来, 仍窥然不动,终于通过反复交一千位后, 选中了恩彼得和西蒙斯,这对双子心, 也让几路人的前途波云渐日渐渐明朗了起来, 如今心机早已隐退,但他相信过程的舰队理念, 确实让费城近几年一直身处联盟强队之列, 具有极强的夺冠竞争力, 心机的相信过程等来了恩彼得, 那么同样有理由相信,恩彼得的相信过程也可以让几路人走得更远, 飞得更高。